有些民眾可能在外面 擺一些花花草草啦 或者是來個養魚來共生 或者是可以看到很多的白色 但是我們看到這隻白露絲到底在做什麼 馬上告訴大家 因為台南有民眾最近在臉書上PO文控訴說 他連花盆裡面 可以看到有很多隻的小魚養在裡面共生 看起來還不錯 但是小魚通通都不見了 覺得是不是有人鎖定這些魚 通通給偷走了 誰這麼沒良心 警方看到PO文之後 趕快幫他調真實器 結果掉到真實器一看 發現原來小偷是這隻白露絲 這怎麼辦呢 因為他把蓮花盆裡面的小魚 全部都當大餐了 包餐一餐啦 但是現在警方也拿這個小偷沒轍囉 我說奇怪 沒錢沒錢 給我一隻都沒錢 我跟我說那個比較過分 怎麼這麼可惡 養在蓮花盆的小魚 全被撈光無主器的牙癢癢 在臉書社團PO文 說小偷兩點半到三點之間 光天化日撈光所有魚汁 還把蓮花全都弄死了 大罵沒遇見這樣不文明跟沒良心的人 警方巡線幫忙調監視器 沒想到案情大逆轉 發現是一隻白露絲 跳到魚盆旁邊 攪動盆內的蓮花 只見一隻白露絲不慌不忙地走靠近住家門前 四處東張希望隨即跳上養魚的蓮花盆 一隻兩隻往盆子裡啄 盆中的小魚就成了他的大餐 飽餐一頓後發現有人類騎機車經過 也嚇得趕緊飛走 屋主事後發現七八隻小魚怎麼一隻不勝 看到嫌犯是白露絲也拿他沒轍 這下真想大白 但這隻白露絲已經是當地慣犯 也有其他人拍到他顧忌重施的畫面 也讓網友們看了哭笑不得 記者賴關章台南報導